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亮直到正午 不过这句经文里面有两个前提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你必须信主耶稣使基督是神的儿子 应信称义 第二个你信了主耶稣之后一定要行义 信主耶稣并且行义 这样你就能够领受神的应许 你的路越照越明直到正午 如果你信主耶稣并且遵守神的话 你的日子就可以比从前更好 这是神话语的应许 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做 让我们的日子比从前更好呢 如果你还没有信主耶稣 你要领受主耶稣是神的儿子 你要向主耶稣祷告说 主耶稣在我的心中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 求你掌管我的一生 你要做这样的祷告 此外呢 你要开始读神的话 因为神的话是好的教训 就好像我们父母应该给儿女好的教训 而圣经都是好的教训 第三节 作者说 我幼年的时候 在父亲面前为孝子 我很小的时候就学习孝敬 是母亲眼中独一的娇儿 孝敬是要从小学习的 国家的忠臣是来自于孝子 孝是非常重要的 是一切德行的基本 我们要得智慧 要得聪明 这样我们的日子才可以比从前更好 不可理弃智慧 其实圣经就是神智慧的话语 爱圣经就是爱智慧 得着圣经的话就是得着智慧 高举圣经神的话就是在高举智慧 圣经使我们承受尊荣 影响我们身体健康 延延益寿 圣经也指教我们走正直的路 智慧的道 所以我们要持定圣经的训会 圣经是我们的生命 从十四节开始 又重复真言书第一章的主题 就是不要行恶人的路 不要走坏人的道 要躲避 要远远的躲避 为什么呢 因为恶人做了许多的恶 而其中有一件恶行 就是恶人要引诱别人 也跟着他们去作恶 他们这种要引诱别人去作恶 是非常热心的 所以呢 我们见到恶人要远避开他们 远远的避开他们 这样我们的道路才会越照越明 恶人好像幽暗 他们跌倒了也不知因什么跌倒 如果我们想自己的日子比从前更好 就要常常的读神的话 不要让神的话离开我们的眼目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常常读神的话 并且要背诵神的话 将神的话存记在心中 留心听神的话 侧耳听神的话 当我们存着这样的态度 我们才能够得着神的话 而得着神的话 就得了一全体的两药 今天很多人 没有这样的态度 其实他就没有真正的得着神的话 没有真正得着神的话 他就没得到生命 也没有得到一全体的两药 他也不能经历灵魂体的健康 所以真正得着神的话 是很重要的 而真正得着神的话 和你的态度是有关系的 什么是态度 态度决定一个人的一生 一个人行动 然后是持续的行动 持续的行动之后 就会养成习惯 而习惯就会变成态度 所以我们要行动 常常读神的话 背诵神的话 流行听神的话 持续的这么做 就会形成我们的习惯 养成我们的态度 而这样的态度 就让我们真正得到了 神的话语 这让我们知道 神的话语真的 诚如上帝所说的 凡出于神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 得着神话语的 就得着了生命 又得了一全体的两药 我们的灵魂体 将要经历 从神话语而来的 医治和健康 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一辈子的效果 重新发出的 你的心 要你自己来保守 你要自己除掉 斜臂的口 弃绝乖妙的嘴 你自己的眼目 要小心你的眼目 看什么 要修定你脚下的路 这都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我们但愿 从神的话语获得力量 既然我们有很多的情绪 花费在负面的方向 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些情绪 动力花在 应该走的道路上呢 我们现在来祷告 主啊 你应许我们 我们的日子 可以比从前更好 我们应信称义 并且行义 你应许我们 我们的道路会越照越亮 直到正午 谢谢主 因着你的话 我们相信 我们的日子 真的可以比 从前更好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